拳头的新英雄? 大家好,我是超Z 随着英雄联盟S9的世界赛即将来临 就在这时候,有网友透露出新英雄 塞纳 而这消息是怎么被透露出来的呢? 在最近的时间里,拳头在和HBO合作一部美剧 名叫Bolus 这部美剧有巨石强生的演出哦 咳咳,回来重点 Bolus剧组在前往拳头总部的时候 有短暂出现了这几个画面 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身穿绿黑色战斗服的女性 而这个第一印象就让我想到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她是手拿枪的女性英雄 并且在英雄的身旁有9把枪 她可能会像是金克什那样可以一直换枪的意思吗? 拳头之前已经透露给我们知道 下一位新英雄就是一位ADC 而为什么知道她叫做塞纳呢? 这里也是有一位网友透露出PBE测试服的任务 在这任务中有提及到塞纳这个名字 但是说到了塞纳,你们不觉得很耳熟吗? 她不就是露西安的老婆吗? 曾经的她们是赫赫有名的双枪游侠 不过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她们遇到了垂石 垂石不仅欺骗了塞纳 还把她的灵魂困在垂石的灯笼里 难道这个改版垂石的灯笼漏洞了吗? 来总结一下吧 身为ADC女性英雄 身旁有那么多种特殊枪枝 不愧是露西安的老婆啊 你们觉得塞纳这位女性ADC会有什么样的技能呢? 留言告诉我吧 这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 按赞我的影片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Bye by bwd6